老赵啊 你送给我这么大一个院子 我肯定不会辜负你的 我不跟你吹牛的说 我这手里的店铺只要全开了 每日盈利一百多万钱 绝对不在话下 每日一百多万钱 先生 这是否有些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这么多 你可不要小瞧了商人赚钱的能力 先生如此 只怕几年下来比国库都要富了 这不可能的 我们越赚钱 大秦的国库里的钱只会越多 哦 这话怎么说 我们得纳税啊 大秦马三税其二 要上缴国库 我们赚三千万就要上缴两千万钱 所以付的不只是我们 是大秦 其次 我们若是一年赚一百万钱 那国库只能收到六十万钱 我们若是一年赚一千万钱 那国库就能收我们六百万钱 若是我们一年赚个三百兆 那国库就能得到两百兆 这 如此问题 我倒是从未细想过 嬴政没有说谎 他确实没有细想过这些事 瞎先生 你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咱们一边炫肉一边谈 所以我们赚钱 不也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吗 倒也是 不过每年都有大批的钱粮流入到我们这些商骨手里 朝廷如若知道了岂会不怒 朝廷肯定是会介意的 毕竟商骨身份低贱 朝廷又多有防备 所以商骨手里的钱过多了 反而不好 是啊 既然如此 那先生如此经商 岂不是会很危险 我这经商不过是为了结交权贵 然后认识秦始皇啊 是 那若是皇帝听闻了你如此赚钱 也对你不满呢 那就得看我说什么了 不满你说 我对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若是我真的见到陛下 拿出一些稀奇的东西 让陛下相信我能赚钱 更能改善大秦 比起改善大秦 我赚那几个钱 又算什么 秦始皇雄才大略 他肯定知道什么对大秦才是更为重要的 好 這倒是符合你的作风 我相信陛下雄才大略 定然不会为了几个钱 就错失治国之道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给始皇帝陛下进献治国良策 就是我跟你说的 那些稻米 拿下山岳 或者在整个大江之南 推行两种稻谷 让整个大秦几年之内不缺粮草 这是第一步 解决大秦最根本的温饱问题 陛下肯定会心动吧 嗯 这是自然 先生说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 大秦的温饱问题解决了 最基本的内忧 解决之后就是完全清理掉六国余孽的威胁 让外必先安内 内部安定了 大秦就能腾出手来 灭掉匈奴 征服西域了 嗯 先生你说 该如何完全清理掉六国余孽的威胁 首先第一步 让天下百姓不再发愁吃饭 能放下芥蒂 安心生活 百姓安心生活 能活得下去 谁又会拿着刀枪去送命搏命呢 这倒是 那除了如此 又该如何做 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让大秦做得比六国更好 人心念旧 那是因为在新环境过得不好 若是大秦比六国好 谁人念旧 吃穿不愁 安居乐业 百姓不会跟着 兴风作浪 如此 六国余孽嫡气 所剩几何 百余人罢了 百余人 焉能造反 先生此言 的确有理 可是让大秦做得比六国更好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况且 那山东六国的人能是随便用的吗 国有大事 定然是先用老秦人 呵呵 你这句六国之人不得用 估计代表了太多老秦人的心思 正是 我大秦和东方诸国征战数百年 老秦人为了大秦 每一代人都付出多大的牺牲 让他们完全相信东方六国之人 难啦 我自然明白老秦人的情感境地 以及心理的隔阂 不过这些事情自然也能用时间和手段化解 你想啊 当初大秦立国之初 秦人不过一座城池才多少秦人 到现在一统全国 天下皆为秦 民心是可以增加的 也是可以变的 哦 那该如何变 使大家为一体 秦始皇拓展了迟道 使得自己出行便利 若是再拓展国道 让民间百姓自由流动 使得老秦人荣于东方六国 使得东方六国荣于老秦人 使得六国之人相互融合 无救国之概念天下 自然成为一体 当初从一城秦地出来的老秦人 不就是这么做的 否则整个韩谷关以西的人 也能都是秦人 融为一体 先生的意思可是朝廷下令 让百姓相互迁徙 那是强迫作法 除了边赛 有这个必要之外 民间当然是自由迁徙为好 自由迁徙 该如何迁徙 天下百姓 谁会愿意主动背井离乡啊 百姓全都是为了生活 你想啊 若是有什么地方生活 比自己原先带得好 那总有会去的人 比如朝廷给点福利 率先迁入洛邑的老秦人 十年之内免除一半税收 只争三税一 你看他们去不去洛邑 只要天下的百姓到了一处地方 让他们在本地安居 哪怕期间有些磕磕叛叛 但是时间长了 自然就会融为一体 百姓融为一体 天下安宁 大秦还有什么内忧 洛邑如此 天下皆可如此 老秦人如此 其他人也可以如此 只要你想办法让百姓们尝到甜头 百姓们焉能不作 比如你再给某些郡县其他人免一些水 他们肯定也会往某些郡县城市里扎堆 这免税固然是好 只恐怕税免得多了 朝廷不够用 大秦之所以税收大 是因为开支大 简单 发展经济 如何发展 首先是粮食问题 天下不缺粮 人才有生存的可能 粮食问题解决了 那就可以让剩余的劳动力参与创造 比如陶瓷 养残纺织 制作木工诸如此类 做得多卖得就多 卖得多大秦 从中的税收就多 本来美人只能有100弹粮食和100钱 但经济发展了 美人手里500弹粮食和1000钱 你说大秦 就算是三岁其二变成了三岁其一 那也增加了好几倍 朝廷不缺 百姓也不缺 而且如此国家百姓势必维护 谁还想念 纳破六国啊 这岂不美哉 好 如若是向先生所言 这的确是上上之策也 可是你说 让天下人为伤 这伤不成的最低贱的一层吗 这特么都是屁话 什么商人 天生低贱 那是统治者害怕 统治者手里 有钱有粮 然后能募兵养尘 若是也有其他人手里 有钱有粮 自然会造成威胁 商人就是这种威胁 所以朝廷急伤如仇 不是因为伤骨手段属炸 天生下贱 而是为了防威杜贱 商人之威胁 的确有之啊 对 所以你刚才说 陛下看我这么赚钱 哪怕我给国库送钱 那他心里也照样会不舒服 可能吧 那先生可有什么办法 让陛下不对你这么借地 若是我见到陛下 定然会献上粮策 让他开放商路 对天下商人不那么借地 什么粮策如何做 皇家为商 什么意思 是让皇帝经商吗 不是皇帝 而是整个朝廷 天下的产业 别人做 朝廷也做 别人赚钱 朝廷也赚钱 朝廷乃举国体制 那谁能赚得过朝廷啊 你有钱 朝廷更有钱 你赋予 朝廷更赋予 你说谁不争相进入朝廷 反而跟着你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 图谋不轨啊 我让整个朝廷大赚特赚 陛下还会盯着我这一点钱吗 嗯 确实一个奇法 不过若是如此 那些士大夫 是要说破嘴劝阻了 这是自然 不过我想陛下 若是愿意 自然有一个办法 既不得罪 自许高贵的士大夫 也能同时施行新政 哦 什么办法 搞试点工程 就找个俊成 拿来做实验 我都想好了 若是陛下愿意 我肯定身先士卒 到时候我一个俊县的 钱财物品赋税 比十几个俊县的赋税 加起来都要高 百姓过得更加幸福安定 人人都念官府的好 你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老赵啊 百姓只看实际的 天下也只看实际的 那一套什么 天定高低贵贱 嘴上说固然可以 但是谁人的骨子里 不是想着务实啊 只有从实际出发 令人利己的事 才是最长久的事 你看商军变法 为何能成功 就是因为 让大秦的军民 都感受到了实际的好处 所以哪怕当时得罪了 一些权贵又如何 只要得民心 一万个商军之策 还不是永流传 反观六国 哪个国家 不也在鼓吹是农工商 高低贵贱 有个毛用啊 没让军民 有切身的好处 谁会给你如此卖命 这的确如此 军民切身 受益勿施为上 先生此言 在下深得其意 先生如此年轻 却能对天下时 有如此深邃的见解 实在是让在下 佩服万分 我跟你吹逼唠嗑呢 你跟我客气个鸡毛啊 你又不是皇帝 我又不是大臣 都是闲聊罢了 是 是 先生真是大才 若是我是一个白丁之身 定然愿意和先生 天下为伤 然后云游四海 对啊 一边赚钱 一边泡妞 卧布 一边享乐 你跟着我 我能造一万种 不同样的美食出来 除了吃的 还有玩的 用的 对了 以后 若是真的天下大乱了 你到我那一亩三分地区 我什么稀奇的 都能做出来 让你上天一千 下海一千 绝对都不是问题 跟着我 你有得玩 没想到先生你也吹牛啊 嗯 我可没有吹牛逼啊 先生说 上天入海 这只有神仙能做到 我们这些人 焉能做到 老赵 你不信 是不是 你信不信 我明天就让你上天 什么 竟然让陛下上天 靠 你